张一气象中心的数据显示 我国过去30年的平均温度 每10年都会加倍上升 是的 研究显示 如果全球碳排放量不断的攀升 到了世纪末 不同月份的降雨量 也会出现极端的雨量 专家认为到时候 本地的饮水供应将会受到影响 突发性淹水也会更频密 本台数据组报道 第三次全国气候变化研究显示 如果全球碳排放量不断的攀升 到了本世纪末2100年 我国较干燥的月份 也就是2月和3月 以及6月到9月 降雨量将减少约四成 专家警告 如果长时间出现异常低的降雨量 可能影响我国未来的饮水供应 必须加大使用海水淡化和新生水等技术 来解决问题 因为海水淡化和新生水 它需要很多的能源 因为这能源用的多 也表示我们不会这个 生产水的脚的那些费用会增加 从1980年到2022年期间 本地出现每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的天数 每十年就增加0.3天 更容易发生突发性淹水 最湿的月份一般上来讲 一个月的降雨量是差不多200 40毫米的降雨量 差不多五分之一 这种暴雨 它会带来的那个淹水的可能性 也会增加 当然我们路面上会不会淹水 是取决于 还有取决于我们输水的功能 数据检视我国容易出现淹水的地方 从1970年代的超过3000公顷 下降到了2013年的36公顷 2017年之后则一直维持在30公顷以下 淹水的情况好转 不过由于无法的预测降雨量 无法完全的避免淹水发生 工用事业局就表示 由于我国土地有限 本地接下来也会设计更多 多重用途的排水系统 真的像我国土地有所在 平均水的高灯 在比达达达达里 是建设供耻测导 使用到停泊水 在是相当的浴然的浴重 然后在几风雨 它可以来致作为 复作之前